天下英雄唯有刘备和曹操 这是刘备距离死亡最近的一次 曹操一直怀疑他是不是想跟自己作对 就整了个青梅煮酒来试探刘备 让刘备说说普天之下谁才是英雄 刘备要是说自己那除非他不想活了 但也不能说曹操啊 因为曹操早就知道刘备不待见他 现在拍马屁反而不合时宜 所以刘备只能回避 在下一双俗眼哪里食的什么英雄 但曹操精心准备的局怎么可能让他躲过去呢 既然不得不说 那刘备就只能延续之前的人设 装不懂随口说了个元术 谁都知道那玩意儿是种中枯骨 但这么敷衍的答案曹操却偏偏没生气 因为以曹操对刘备的了解 在这种情况下刘备本来就应该紧张 他要是不紧张不试探着回答 曹操才觉得他可怕 刘备也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就又是袁绍又是刘表的 说了一大堆 把天底下有头有脸 有点实力的人物全盘点了一遍 可曹操却一个也瞧不上 无论刘备的答案多离谱 曹操就是不肯换题目 逼得刘备只好认真答题 搬出了小霸王孙策 这人又有兵又有钱 武力值又高 还那么年轻 总可以算英雄了吧 没想到曹操还是不认可 觉得孙策是富二代 靠拼爹才上位的 称不上英雄 刘备因为要凑答案 所以每次都在强调他们的硬实力 什么兵马 前梁 地盘身份 这些外在条件 但曹操的评价 却都是头脑 性格这些软实力 曹操这话也算是掏心窝子了 因为他这次除了想试探刘备 更是想借机跟刘备交个朋友 也正因为他说的这些话 都跟刘备的真实想法非常接近 所以刘备也越听越惊喜 越来越放松 根本没意识到 近在眼前的危险气息 天下英雄 唯有刘备和曹操 曹操也没看清 是先掉的筷子 还是先打的雷 所以他也没说话 就等着听刘备怎么解释 刘备一句话 让曹操的疑心消了大半 原著还专门配了首诗 免从虎血赞屈身 说破英雄惊煞人 巧借文雷来掩饰 随机应变信如神 原著里的青梅煮酒 其实还有一段 新版老版都没演 就说关羽和张飞回到家 发现刘备不在 一听被曹操叫走了 立马抄家伙跑来救人 结果冲进来一瞅 两人又吃又喝的 闹得可好了 关羽跟张飞就一脸尴尬 说要给他们五件助兴 曹操就乐了 这又不是鸿门宴 你们装啥相装相搏呀 来 给帆快把酒倒上 从这段就能看出来 其实曹操也挺可爱的 他平时860个新眼子 是因为生活环境就那样 不多疑他早死了 但面对单纯的人 曹操也是真宠啊 平时一眼不合就杀人 这会连提刀闯他家门 这种事都可以不计较 还开玩笑呢 可能是曹操从小就在一个 而鱼我诈的环境里长大 所以对于这种 人间朴素的情感 总是发自内心的向往 这或许也是他总舍不得 杀刘备的原因之一吧 但很快他就要后悔了